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Never's夏日咖啡男友 日本首个BL炼众引爆话题 最近在社群上面呢 有一档综艺节目非常的火红 引发很多人的讨论 这部夏日咖啡男友呢 找来酒位来自日本 然后有韩国有台湾的男生 陆住一个算是小木屋叫Green Room 在里面呢就一个月内 他们要轮流的经营这个咖啡车的生意 那他们主打就是第一档 日本的全男性恋众 大家就是很好奇 那他还找来了知名的双层公寓的制作人 来制作这一档节目 那他希望这个主轴呢 就是让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除了可以找到不错的对象之外 还也可以自我成长 那稍微的简介一下里面的成员 里面的成员呢 算是知名度最高 就是何人 他目前是29岁 然后是经营居酒屋的生意 外表就是很斯文啊 然后但是他体态非常的健壮 那在里面前面几集呢 就展现了他非常高明的处义 这样他个性就是相对蛮温暖 大家都会很想跟他互动 所以他在里面的人气是第一名 而且他在这个节目出现之后呢 就被挖出 他曾经有拍一些18镜的成人影片 那他在里面也是有点呆萌呆萌 有时候就会什么撞到玻璃啊 像最近这几集 就是刚好他里面的一些行为 就是看似大家讲说 蛮成熟稳重的 但有时候又会凸贼 就有点反差萌 那他在里面最受到大家讨论 就是他很会拒绝别人 因为他在里面人气很高 每个人都想跟他单独一对一约会 或者找他聊聊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很会看不同的人 给予不同的回应 非常礼貌 很委婉 但是他又同时可以给对方台阶下 大家都觉得他很会做人 很会说话 但因为他的选择很多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但就是目前看到第八集 你还是有点摸不着头 觉得他到底喜欢谁 跟最终他可能会选谁 而这是第一位参赛者 第二个呢 就是话题乐度也超级高 但是偏负面的就是June 他今年23岁 他是个音乐创作人跟DJ 算是片比较文艺的青年 里面刚开始前面几集 大家对他也是蛮有兴趣 因为他外表真的就蛮帅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他 想要跟他多互动 那他在里面刚开始的铺陈 也就是说他以前受过伤啊 对感情是比较负面的想象 所以他就期待他的另一半 是能够补足他的安全感啊 那内心是比较单纯一点的人 那他就会希望是以结婚的这个方向去迈进 但他在里面的每一集 真的是每一集都有点 让大家想要吐槽他跟翻他白眼 就是一个非常个性 一某的人到现在就看到第八集 真的是会让人家很好奇 他到底是什么星座 到底是什么星座会这么的急车 跟双标又情绪起伏 就是超级阴晴不定 我记得最新这一集 就是赛车 就是赛车比赛完之后 第一名的人是可以选择 实现他一个愿望 那个愿望可能就是可以选择 可能跟其中一个参赛者去约会之类的 但呢 他就是拼死拼火 他拿到了第一名 这个券他拿到了第一名 当节目组问他说 那请问你要实现什么愿望的时候 他竟然就悠悠地说 我没有任何愿望 气不气 气不气 他就是这么一个疯癫的存在 让观众又安有恨 但是我觉得现在恨居多 大家就是真的弄不清 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 那第三个参赛者呢 就是小黛 今年22岁 是个大学生 个性就是非常的直接 单纯 很直白 算是跟这个人相处 你会觉得很开心 那你看到里面的选手 跟他互动 也都是非常的友善的 那感觉他就是之前的形象 就是还王一格 就是之前可能谈过很多次恋爱 有很多对象 但是他好像就是没有真的 真真切切地爱过一个人 所以他在里面就是被定位为是一个 就是很会撩人 很会跟别人互动 但实际上呢 你看到这个剧情的发展 你就知道说 他才是被拿捏的那个 但我个人觉得他是很聪明 就是看剧中 你会觉得他们两个就是相爱相杀 但是看到最后 你就会觉得说小黛 其实也是不简单 他看起来好像是瘦尾区方 但其实他整个铺陈 你会去看他背后的那些操作 他也是很高明的 现在第四个参赛选手呢 就是艾伦 他这个混血儿是来自巴西 然后今年29岁 他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 然后也拥有巴西跟意大利的血统 那五官非常的深邃 就是典型感觉有在冲浪 有在运动的一个男生 但他在里面呢 就是一出场 就立刻的表明 他认识小黛 之前他们两个在IG上面有些互动 甚至也坦诚说他们两个该做都做 就是之前可能跟小黛是炮友之类的 但他的出现也 其实算后面加入 所以就是掀起一些波澜 那他在里面就是非常的hyper 就是非常的high car 就是吃饭的时候有很多话 有他在的地方就会很热闹 第五个参赛者呢 就是有别于艾伦 就是极度的相反 叫做亮泰 他是28岁的模特兼咖啡师 那他的脸就是标准 日本人就是脸上会有很多 那个质啊 然后偏瘦 体态很鲜瘦 但是很高 看起来就是标准 日本人会喜欢的那个长相 但他的个性就是相对很 就会比较安静 比较低调一点 在里面的存在感偏低 因为他就是话比较少 但他就是非常的专情 他从一开始就蛮喜欢和人 但是和人中间有跟他明确的 表示说就是没有对他有意思 把他当一般朋友 所以他后续就转向备胎 他的备胎呢 就是下一个要介绍的台湾人 东景艳琴 他是来自于台湾的 34岁的装法造型师 那他是拥有日本血统 所以他中文跟日文都是流利的 但他在里面就不要偏向是人人好 大家跟他都说都合得来 没什么太大的冲突 本身专业就是因为他是装法师嘛 所以他也会化妆 然后也会整理头发 他之前曾经还上过 女人我最大 但他在里面其实一开始就蛮喜欢亮胎 他前面几集真的偏尴尬 原因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亮胎对他也有意思 所以双方就是感觉互动很友善啊 然后在互选的环节 却意外发现亮胎竟然没选他 他此时才意外的察觉说 哦 原来是自己一厢情 原来节目的起初的前面几集 就觉得蛮尴尬的 因为他就觉得说 对方也喜欢我啊 我也喜欢他 但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但因为他是台湾人的身份 所以在社群上面 大家对他讨论度也是蛮高的 但因为他个性挺好的 所以普遍网友对他都是正向的评价 那再下一个呢 就是韩国人的泰显 他是来自于韩国的34岁的设计师 他在里面呢 只能说画面极少 他里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感情线的铺陈 就是没有人跟他配对 他至始至终都是选何人 但是何人因为太多人选他 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看上眼 那他在里面就呈现一个 就是大家的大哥哥 大家有一些感情上面的困扰 或是一些生活人生的一些疑问的时候 都会想要找他聊聊天 那他在后期就把他的胡子挂掉 但他就说很像牛儿老师 真的蛮像的皮肤很好 那因为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 可能就是不对日本人的味吧 我不确定 但很多网友其实也在频繁说 其实他如果来台湾应该是蛮有市场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档节目里面 他的那个魅力似乎都没有被察觉 那下一个参赛选手呢 就是尤萨克 他是36岁在日本蛮有名的GoGo Dancer 在里面呢 他一出场大就是成为焦点 因为他的体型体态非常的壮硕 但也是因为他这个体态的问题 他在里面就是很奇怪 每天要吃两公斤鸡胸肉打成汁的饮料 来确保他的蛋白质摄取是足够的 因为他要维持他的体态 但也因为这一点 在里面就成为一个算是笑点吗 你要说笑点吗 还是说就是他的莫名的坚持 就变成他这个人的算是品牌的特色吧 就是他五十五个都在意 他就是要喝到那个鸡胸肉炸成汁的饮料 但必须说他到后期 因为他中间就先离场了 他没有待完整个节目 他只出现几集而已 但他的出现呢最终离开之前 他就是告诉其他的参赛选手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如果你喜欢某个人 你就要敢于去表达自己的内心 跟你的情感 所以也因为他后续很多参赛选手 变得比较主动 那后来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最近就是在找查 发现他跟何人带了同一款的手环 而且还出现在同一个 像是涩谷吧 我记得是个涩谷的一个景点 然后两个都有发类似的照片 就说是不是两个人在谈恋爱啊 但后续又有网友挖出来说 其实小代也有同样的手环 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网友想太多 还是说其实他们真的内部 后续是有什么的 接下来最后一个参赛选手呢 叫做玉夫 他真的是很后期才加入的成员 那他私底下是一个餐饮的从业人员 就是外形非常的高大 然后很开朗 很阳光 大家都说他就像一个黄金猎犬 是全性男孩 但因为他出现那几集 皮肤状况不是很稳定 尤其是你知道现在的画质 这么的清晰 一出现的时候 他那个鼻子旁边那三颗痘痘 就快要爆开 大家就说 怎么会不挤一挤啊 怎么会这样上节目 他想说 那个痘痘真的是 很想扳害子 而他的出现也是成为 俊跟戴两个人 那个感情线呢 就是变成是第三者 反而是影响了 他们两个的关系 那是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这整个节目看起来 他就是以咖啡餐车 作为他们的主要的设定 就每天会轮值 要人去上班 那他轮值的这个人 可以选择 谁要跟他一起去上班 然后甚至偶尔会有一些 配对的任务 配对任务就是 配对成功就可以外出去约会 但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那个宿舍一起互动 但那这档节目蛮有趣的 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他没有要求 所有的成员在这段时间 都要在这个宿舍 就是你有事的话 你是可以去做你的工作的 所以很多成员 有时候就是不是 全员到一起的状况 所以有时候互动 就是两个三个两个三个这样 有些人中途会离开 或者缺席 就是不是从头待到尾 所以会影响到这些成员 互相的互动跟聊天 因为有些人就是一直都不在 或是在关键时刻 他刚好就是去工作 或是今天刚好有事情 或是他提早离开 就是他已经不在这个节目了 所以就是不是像以前的恋宗 是从头待到尾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蛮可惜的 但就诚如这个监制所说的 这个恋宗呢 就是他希望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不仅是要经历感情 也会有友情还有自我成长的部分 就是从认识自己到谈恋爱的这个过程 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偏小清新 就是虽然有些刻意的安排桥段 就是要他们约会或户头对象 但是整体看起来 你会觉得还是偏自然的 不会有太过刻意的操作 但我觉得整个看下来就是OK 就是小浪漫 只是说到底后续是不是真的 如剧情所铺陈 真的两个是有互相喜欢吗 甚至有想谈恋爱吗 就不得而知 好了那就这一次看这个节目的小小心得 最后面要聊聊 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 他说喝饮料并不代表你补充了水分 就是你即便你今天喝的是什么 无糖绿茶 或是喝了好几杯的手摇饮 也不代表你今天就喝足够的水 因为水呢 就是你只能够单纯喝水 才能够补充水分 你今天喝绿茶喝咖啡喝什么奶茶 它其实反而会利尿 让你排出更多的水 所以有些人会便秘 他以为说我每天喝这么多的手摇饮料 为什么还便秘呢 其实是因为你水喝不够 单纯只能够喝水 才能够补充水分 而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也是蛮惊讶 说原来手摇饮料 你以为喝无糖绿 那个不是水 那个就是即便它是里面含有水的成分 但是因为它利尿的关系 你还是对于你身体来说 它无法真的补充到水分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便秘的问题 可能还是要多喝水 而不是多喝饮料 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了 那只有今天的节目内容 对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各种意见看法 或是疑难杂症 欢迎到IG跟我做互动咯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